日本福岛县近海在当地时间19日中午12点 发生规模5.3地震 工程县福岛县部分地区阵度达4级 东北新干县一度停驶 而福岛第一第二核电厂所在地阵度也有3级 目前东京电力公司正在确认核电厂是否有受到影响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 他政府用强率回宁以预防中共病毒 而且已经连续服用了一个多礼拜 中共当局持续加小网络监控的力道 点书创办人暨执行张祖克波表示 中共的做法与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大相征庭非常危险 欧盟应该为科技规范定定明确的标准 让其成为全球遵循的普世原则 法国防疫措施松榜 上周已经有三分之一学童重返学校上课 但不料复课仅仅一周 最近又传出约70起与学校有关的中共肺炎病例 根据发媒报道 北部已经有七所学校因此停课 新航亚开电视总理报道